確診了21,577位 境外移入的病例有292位 死亡病例有54位 选举前还有共产党前来助选 再多来个几天 民进党年底又能随便选随便赢 昨日国防部表示 中共于下午1点56分至4点 共发射11枚东风系列弹道飞弹 平面媒体报道军方人士指出 飞弹并未飞越台湾本岛上空 飞弹打到台湾东部外海 却没有穿越台湾 难道这些飞弹跟佩洛西的飞机一样 会转弯绕过特定地区 央视军事微博贴出飞弹升空影片 表示解放军东部战区火箭军部队 在4号小1点钟左右 对台湾东部外海实施多区域 多型号活力打击 更以动画显示 导弹全部精准命中三处目标 整个时代发射任务圆满达成 解除相关海空域管控 首次穿越台岛 而且是穿越了台湾的 它的爱国者导弹的密集部署的空域 对于这种破坏区域和平的不理性行动 国防部表达谴责 中国报道说有穿越台湾 台湾报道说没有穿越台湾 这些薛丁格的飞弹路径 也被隔壁的日本观测到 昨日日本防卫大臣暗信夫 紧急召开记者会表示 自卫队监测到下午约3点至4点 台湾时间约2点至3点 中国共发射9枚弹道飞弹 其中5枚落在日本经济海域内 还有4枚直接穿越台湾 甚至台北上空 中国飞弹穿越台湾本岛 日本人都知道了 但台湾岛内民众却毫不知情 没有防空警报也没有任何通知 对此国防部回应 但到飞弹发射后 主要飞行路径位于大气层外 对飞跃的地面区域并无危害 各国飞弹防护系统 均以落弹点的解算为关键 国军精准掌握中共发射飞弹弹道 对本岛地面不构成危害 依此为发放防空警报 另考量中共飞弹射击 以威慑我方为主要目标 为保护国军情建真作业能量 有关其飞行路径等资讯将不予公布 依照国际法相关的规范领空 这是不及于大气层外围的太空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中共 它要打击的是台湾的心理民心士气 原来不是飞越台湾上空 而是飞越台湾外太空 非但没有进入台湾领空 贴心的国军怕引起民众恐慌 国防部直接带上国防部 连防空警报都省了 难道每天在外太空的太阳都升起落 也要发出和融合警报吗 无知也是一种幸福 大家千万别抬头 就不会看到飞弹经过 然而五年前 北韩飞弹试射穿越日本 同样没有进到日本领空 日本政府却紧急通知避难 台湾就是台湾 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 日本有日本的做法 民进党也有民进党的玩法 那就是小英总统的晚间信心喊话 听完大家就可以安心去睡觉了 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实弹射击演习 这种刻意持续升高军事威胁 特别是在国际最繁忙的航道上 进行危险的飞弹射击 这不只是对台湾 对于国际社会 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我们不会升高冲突 不会挑起争端 但我们会坚定的捍卫主权和国家安全 坚守民主自由的防线 政府团队正沉着应变 请全体国人安心 我也要向国际社会表达 民主的台湾始终是负责任的国际议员 我们台湾的悲哀就是这样 培洛西访南韩 美国的魔法超人阿嬷 AKA大美利坚第三号重量级人物 培洛西风风火火的亚洲行持续营业中 继光荣check out 宝岛台湾后 下一站欢迎光临南韩 来到南韩 培洛西换上紫色套装 和南韩国贵议长举行双边会谈 但她会后只简短发表了5分钟谈话 甚至没有接受记者询问 所以我们想向安全、政治、政策和政府 在非党议的方式 8月1日见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8月2日会见马来西亚首相 8月3日由台湾总统蔡英文 颁发特种大寿清雲勋章 8月5日日本也安排首相岸田文雄早餐会 唯独南韩总统尹席月 以技术性的答案 技巧性的规避这一回合 摩法阿嬷降落南韩 不仅不见一名韩国博会或政府人员接机 以西岳休假说直接让南韩舆论炸锅 推特一片骂声连连 称选出了认真吃吃喝喝的总统 质疑休假期比韩美联盟更重要 没事的放假最大 总统今年的特休没休完 不休假上班继续休假ING 看在台湾员工眼里只有羡慕 恭喜以席月成为首位兼唯一指和裴洛西通电话的元首 双方谈了40分钟 至于韩国外交部长普正 也因前往柬埔寨参加 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 不能与裴洛西会面 总统跟外交部长双双怕死这一局 谢谢圣采点出了猫蜜 其实裴洛西前往参观两韩交界的反文店 南韩官方也列入不公开行程 甚至不派采访团 学者认为相关画面刺激北韩敏感神经 就怕隔壁金小胖也登记 中国奢旦挑衅有样缺样 事后南韩总统府办公室也坦言 隐席月不见裴洛西 是全面考量国家利益后决定 重申韩美同盟没有问题 裴洛西完全了解情形 不过记者进一步追问所谓的国家利益 是否包含外交关系及区域局势 府方人员直接拒绝评论 大家辛苦吗 向来都是以避免过度介入两岸问题为主要原则 谨言慎行避免节外生枝的南韩 简单来说 有北韩跟中国双重压力 膝盖软了些 先不要得罪 劳动基金 今年全球股市大跌 很多退休金都走了 政府不仅勃发基金踩雷 劳动基金也惨赔 去年在股市赚的钱 今年直接全部吐回 2020年劳动基金大赚3146亿元 2021年再赚4500亿元 然而今年截至6月 投资亏损就高达4456亿 为年化收益率负8.69% 创下2020年3月疫情爆发以来 史上第二惨记录 光是6月单月就赔掉近2145亿 就一定会怕领不到 怕是破产之类的 应该不用太担心吧 因为股票有高低嘛 它总是会有上来的时候啊 今年全球历经历乌战争 中国封城 通货膨胀和升息等影响 MSCI全球股票指数 上半年重挫20.18% 美国科技股重要指标 纳斯达克指数更惨跌29.51% 台湾加权指数则蒸发18.62% 股债市场全面下跌 劳动基金包括劳保 劳退等 截至6月规模超过5.4兆 毕竟是长期投资人民退休金 投资股票多为大全值股 光是新智劳退基金 投资台积电就高达29.51% 然而台积电从年初至今 股价已跌掉超过18% 这个市场是因为跌得很凶啦 那金融环境因为上半年 确实在表现上不是很好 所以那个这个收益上 评价的部分 目前为止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虽然股票有赚有赔 但各位涉处们先别慌张 劳动基金长期投资绩效仍属稳健 近十年多平均报酬率为4.15% 近五年平均报酬率4.33% 即便基金亏损 依法劳工退休人可领取 最第二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若因为长期投资台湾全值股 而导致亏损破产 那可能就是台湾进入经济衰退 或者两岸真的开打了 正收益的条款之下 基本上你里面的钱一定都 比你所存进的钱来得多 我们再看一个特休基金的投资表现 我们比较不会去看一个单一年份 或单一一单时间的 我们会比较看一个长期的平均 投资报酬率 就整个疫情区域场 整个全球景气开始活落上来的话 那基本上投资表现 应该就会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水准 本来这个得失就要自己负责